你 又给你嫂子闹不愉快了 看你们姑嫂老为我这样子 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很没难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秀玉你别误会啊 秀玉对我的情谊 我是默奢难忘 可是有些事 我还是得要说清楚不可 我知道 你嫂子跟你说了 有关我过去的事情 我知道 以前的秀玉妇 喜欢我嫂子 可能都是 我认识的宋老师 来这个小岛之前的事了 就这样 就这些我也不想知道 我哥娶了许书品 他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媳妇 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 是啊是啊 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秀玉我想跟你说的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合适的话 那我随时都可以 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那天我在拦着你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了 我不是一时的冲动 我是想清楚了才来的 激玉 吃他 书云 书云 啊 常文 好好 睡す 着着着着什么 着着着纲 af 草 小 有 好 好 树萍 怎么 还造我气啊 你犯不着和阿豪 这样的人生气吗 当心啊 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在长他脸上 他想怎么说 谁也瞒不住 姐 我真的不在细续 兽玉怎么了 姐 还是别问了 我先是不知道 未必不是好事 我现在只希望绣元 赶紧清醒 别再放我骨头 树萍 你要是不想说 姐就不再问了 不过 你要是真碰到了什么事 你可一定要告诉姐啊 啊 我的风车飞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帮你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顾巧云 我叫王晓荣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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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一点点了 快点 顾巧云 你怎么不跑了 姐姐 那你姐 巧云 你过来 姐 姐 巧云 你忘了出门的时候 妈妈怎么交代你的 没忘 妈妈说放学后 直接上山回家 不敢靠近村子 是啊 就因为你没有直接回家 妈妈等着急了 所以才让姐姐下来找你了 姐 巧云知道错了 好吧 没关系 下次要记得 嗯 快回家吧 好 走 哎 顾巧云 你走了 明天放学 我们再来玩好吗 走 再见 顾巧云 再见 再见 怎么这样的 连一个再见也不说一声 真没礼貌 哼 淑萍啊 你最近跟秀玉怎么样啊 好些了没有 还是老样子 见了我跟见到仇人似的 就是不敢跟我说谎 哎呀 这个秀玉也真是的 毕竟啊 也是孤嫂一场合并呢 哎呀 你看我整天忙着生产队 还有新成立的女兵队 她怎么跟我闹 最近我眼皮子老跳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哎呀 别多想了 不会有事的 走吧 哎 姐 你看她是不是邱娟啊 淑萍 灵妈 毕竟年纪大了 又是生产队又是家里 淑萍 已经顾不上邱娟了 淑萍 淑萍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淑萍 你在哪儿 邱娟 邱娟 你不要躲我了 淑萍 淑萍 邱娟 邱娟 你们看到再生了没有 你看到再生了吗 邱娟 再生已经走了 不可能 你昨天晚上还回来 看过我的 可是今天早就 天一亮 她就不见了 你们知道吗 她最近啊 总是疯人就说 你看到她了吗 在睡鬼了 你看见她了没有 你看见她了没有 那 你们没有看见她 那我要去找再生 再生 邱娟 你不要躲 邱娟 邱娟 我不放心 我送她回家去 好 再生 邱娟姐 早点回来 这么大海岸线 我一个人守不住 你放心 我送她回家就来 再生 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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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生 你再生 你别躲我 你出来啊 那我 我们разу 你不想 我 我们来 好了 我 我 我 他 你 我 我 他 不是 爱丽 来 吃吧 再帅 你那儿 打听到永春哥的消息了吗 跟丢了似的 只听说他被调到高雄祁山之后 就再没消息了 来 您要的海菜 您尝尝味道正不正啊 嗯 香啊 金氏哥 尝尝 这么多年了 没尝到的味道 来来来 试试看 你出任务的时候 顺便带回来的吧 咱这附近可没有这么漂亮的海菜 老板 这没你事了 你忙去吧 好 二位慢用啊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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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混进挖兵大队的吗 只要有机会 让我回去 我死也不会放过他 刚调到小金南不久 我听说挖兵大队 要等炮兵旅来挑兵 再睡啊 坐吧 怎么了 什么事 那 你要加入挖兵营 当初是你把我带走的 现在机会来了 我先回去看看 依你的习惯 还有入伍的原因 你不可能通过挖兵营的筛选的 你说的我都知道 所以我直接越急 找上你啊 你们连长 还有营长 知道这件事吗 我都说了 我是直接找上你的 成不成 你一句话 你给我个交代啊 你说话 你给我个交代啊 这件事我搞清楚了 你的兵机记录错误了 bur就不想对 你卖现在 你获得用 非常好 厉害 你需要我 船头 词 你 在这些, 你 到挖兵营好好干 谢谢理想 站住 尽早全旅集合你到了吗 到了 当时还逼了几个逃兵呢 看到了就好 部队有连作法 将来有机会回去执行任务 采取什么行动前千万要想清楚 不要连累金水和你那把好兄弟 你威胁我 我是怕你冲动 谢绿姐快谢 怎么说你还真回家了 你放心 你这里还行 我妈的身体也还好 你那个媳妇淑萍 她挺争气的 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叫王小荣 是吗 我我有儿子了 我有儿子了 那现在能有七八岁了吧 跟你啊长得很像 简直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没关系 你可别傻了 他们的确是跟咱一起来台湾的 可是你能保证 他们不会为了自保而出卖你们 反倒是你 应该多加小心 现在双方形势这么紧张 万一抓到我说你是特务 想赖都赖不掉 所以啊 都已经到家了 连妈都不敢认 谷律长来了 都在哪 律长好 怎么样 方便和你们俩喝一杯吗 方便方便 律长请坐 律长 来 我敬二位一杯 你这么大的律长 跟我们这些小兵 有什么好喝的 子顺 怎么跟律长说话的 来 快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 我没见到你那个小老婆 但是我记得 是你当年那一脚 红红揣死我爸的 靖水哥 我们走 走不走啊 哼 妈妈 巧云受伤了 啊 怎么了 都破皮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跟他一起追蝴蝶 我不小心推了他一把 然后他才跌倒的 阿姨 真的好痛啊 来 跟阿姨来 给你上点药 来 巧云 先到这儿坐一会儿 妈 爹打药在哪儿啊 你要爹打药干什么 对不起啊巧云 是谁受伤了啊 啊小荣受伤了 来来来来 奶奶看看看看啊 啊 生在哪里了啊 哪里啊 那个奶奶是巧云了啊 啊 奶奶好 这谁家的孩子啊 我怎么没见过 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这是山上 李玉玫的二女儿 什么 这孩子受伤了 我给她上点药 你还给她上药 把她轰走 立刻跟我轰出去 妈 是咱家小荣 把人家给推伤了 谁准小荣 跟这野孩子一起玩的 立刻把她给我轰走 轰出去啊 你听到没有 来 巧云 跟阿姨走 你的小荣上哪儿去啊 我把孩子送回家 谁要你多管闲事的 咱家的孩子 把人弄伤了 我不该送他回去吗 徐初萍 你跟我回来 好 你走 回来有你好看 来 还好是你 你这么通情达理 要是小时候弄伤的 是美朱家的阿宽 他今天肯定跟我 没完没脸 输品真没那么严重 你别往心里去 巧云 嗯 你药敷好了吗 敷好了过来啊 嗯 来 走 好 巧云啊 昨天妈妈教你 如果见到淑萍阿姨 你要跟她说什么 谢谢淑萍阿姨 让孙老师带我去学校报到 妈妈说 如果不是淑萍阿姨的话 巧云就不能去上学了 好 前些日子啊 因为巧云不能上学的事 真是把我给仇死了 不过还好赢你 还有宋老师 及时伸出援手 而且啊 宋老师还说 你再三地交代过 一定要把巧云上学的事情 给解决了 谢谢淑萍阿姨 真乖 你真会教育孩子 我应该向你好好学习 巧云 你带妹妹还有小荣 到院子里去玩 好 你要听话 来 走 去吧 树萍 喝茶 不管怎么样 关于上次 改冰灾家属的事情 我还是很抱歉 好 你别这么想 上回宋老师来的时候 已经给我解释过了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关于你不能去生产队上工的事情 老师说 你要正式加入生产队 确实有难度 不过有些活儿 是不用跟其他姐妹一起分组干的 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你真的不用替我操吸引你 你愿意让小荣陪巧云一块玩 就算是帮我很大的一个忙了 他们俩姐妹 朝娘住在山上 都很怕生人 尤其是巧荣 可能是小的时候 那些事情对她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所以脾气特别地拗 不过还好 现在巧云可以上学 还有一些好朋友可以陪她玩 我心里就放心多了 不但那是小荣 对巧云的帮助 你知道吗 你对我而言 也是很重要的 我 好 人和人相处不是一朝一夕的 你还记得 当年我生巧云 你送的那锅鸡汤吗 你还记得那锅鸡汤 当然记得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拒绝呢 其实接不接受是一笔 是一笔 总之一句话 谢谢你帮助我 谢谢你帮助我 谢谢你帮助我